大家好,我国女兵的风采相信大家都在国庆阅兵看到过 她们英姿萨爽,港首阔步,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不一样的女性之美 女兵是军事力量的一部分,之前在视频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部队中军事实力的强弱不仅仅是靠武器装备这一个方面体现的 部队中的军人们的素质和生活也可以反映部队的军事实力 正如有句话所说,细节决定成败,军人们的生活细节也很重要 我们介绍的就是美国女兵的寝室内务和中国女兵的寝室内务的区别 先说美国女兵,给我们的印象基本上属于那种个性,喜欢自由冒险的感觉 因此,在美国女兵的宿舍中就是属于她们放松的地方 训练结束之后,如果太累了,也可以倒头就睡,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,修修头发,拍照片的时候,也是会做一些搞怪的动作等等 至于内务一定要做到整整齐齐这种的事情,并不是关注的重点 因此,有人就说,美国女兵这种的生活方式并不好 因为长期这样下去的话,没有自律的意识,人就会显得自由散漫,也会给人一种很邋遢的感觉 也许是文化差异的原因,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区别 毕竟每个部队中的要求也不一样,所以给人的风气也不一样 再来看看我们中国女兵的内务情况 相信大家对豆腐快的被子整齐划衣的摆设都有所耳闻 在我国部队中,不仅仅是男兵的宿舍整洁,女兵的更是清新干净 给人一种十分舒服,一尘不染的感觉 女兵们在拍照的时候,也是站得飙飙准准,整整齐齐的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魅力 对于美国女兵和中国女兵在生活中的区别,你怎么看呢?